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车子坏了要修的呀 电话已经打过了 最快的大路救援也要四十分钟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 今天的事情一定得给耽误了 我能看看吗 你可以吗 您这最近是不是跑了高速啊 是啊 您底下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刮到了 有一根线头送安上的线 你能安上吗 行 真太棒了 快谢谢 不不不 小事小事 真不用 小伙子 您从哪儿来的 北京 要不要找个落脚的地方 来 佑伯 这是我餐厅 你进来呢 是个酒吧 好 这里这是后厨 可以的话呢 你就在后厨帮忙了 这不要是洗洗碗筷倒着垃圾 也就是做些杂工了 后头有一间小房间 收拾一下 放一张单人床还是没有问题的 不嫌弃的话 你就暂时在这住下来 太谢谢你了 不要这么客气 都是中国人来的 相互绑称是应该的 刚才在路上听你说 有座三门市 是来打抚养官司的 原来呢是有一个律师 可是后来他不干了 另外呢 我的钱也被别人偷走了 所以 我 我也 我也没什么能力 再请律师了 给点小小的建议 您说 想办法引起媒体 和政府官员的关注 在美国 任何事情 舆论都是很重要的 给他们写信 一封不行就两封 两封不行就四封 一定可以的 你要的地址 这上全都有 老爸 有我的信吗 等一会 别着急 一定会有爸的